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 多危险呢 不危险 咱们小区吗 全世界最安全的 幸福小区吗 安全什么呀安全呢 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 全小区的自行车 全让人给搬走了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查监控没有 把这坏蛋抓出来 查了 而且目标的特征特别明显 一个光头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也不是矮个 不是咱俩 谁呢 陈佩思和潘长江吗 就是这个特征 人家陈佩思和潘长江 住咱小区吗 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不吃他窝边的 上咱窝来吃 你可别扯了 就是你俩 你说你俩胆子胆那么大呢 你把自行车楼搬哪去了 不知道啊 不是 小姨父啊 咱俩喝多了 是不是把自行车 偷出去给卖了 卖了 那钱呢 喝酒了 还有心路呢 我告诉你 还有更大的事呢 怎么了 你小区有一个业主 那个车的玻璃 让人给砸了 谁这么缺德呀 查没查监控 把这个坏蛋抓出来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绝对不是矮个 还是陈佩思和班长娘 你俩都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 我离家出手 前程中我给你过不了 我给你过不了了 你走就走呗 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 你不知道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 媳妇 你听我说 要是我们俩砸人家车玻璃的话 我们俩都干啥了 你问谁呢 你问谁呢 你俩偷完自行车 卖钱喝酒去了 砸完人家车 偷完东西 又卖钱了呗 卖钱干啥呀 继续喝完 没事 错了 你说你俩呀 现在知道错没 知道错没 错了 看你俩以后也喝不喝 还喝不喝呀 你俩都在呀 他俩干啥呢 反省呢 反省干啥呀 小姨父爷爷 二姑父 从现在开始啊 不管是电视台录像 还是报事采访 你俩就说 是在我嘎嘎当 练喝多的 行不 王好欠儿 你是不是疯了 你只要他俩 喝多了之后 都干啥了不 干好事了呗 好事 昨天晚上他俩 我跟你说怪 说了 我俩都承认错过了 是 好事咋还不让说呢 他俩 昨天晚上 喝多了 把咱们小区 所有乱停乱放的 共享单车 摆的那叫一个起 停的那叫一个质量 他俩吗 一个矮个 一个光头吗 监控器看得清清楚 我是矮个 我是光头 那不是 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那是别的小区的 阿尔米利 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 听什么说我们俩是小偷 对不起 不对 还有人家车不合力的事呢 这个事就算了吧 对 别提了 说不去 不能不提 幸亏他俩 把车玻璃砸碎了 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 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 啥小狗 什么情况 是这么回事 咱们小区 二号楼 五零二那对夫妻 停完车之后啊 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 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 那小狗就没命了 是他俩吗 你的光头是感谢吗 我是二哥 我是光头 不应该是陈贝斯和潘长江吗 二姑啊 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 咋的 你跟他俩有仇啊 阿尔米利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 带着你的化妆品 走 那个误会了 这事 这事就过去了 好不好 过去 过不去 小盲哪儿过 小黄 你咋来了呢 黄你好 臭流氓 咋的了小黄 正好你在这儿啊 你看看你家是啥人啊 我黄小黄 虽然是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很想把自己嫁出去 但是 我是一个正派的人 就他俩 你 是你吗 跟我没关系啊 是你 你闪开 你 你过去 你自己看看 你干的什么好事 怎么这儿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臭流氓 小姨父 小姨父 我痛心呢 我小姨父 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小姨父啊 是 小姨天天打打你 骂骂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酒后乱性啊 你就啊 你就对人家小黄 产生非分之想啊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 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段呢 你看看吧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臭流氓 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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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小丝 你俩 哎 不 哎 小丝 我找你俩一天了 你俩猫家了是不是 好兄弟 小丝 误会啊 我不是故意的 都赖着酒 喝了酒以后有点乱小兴 对不起 你俩别说话 哎 亲爱的黄小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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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